神契金覺得我不能講 真假的 有一個人 還有第三個人 對 這個東西是我講出去 我真的會有什麼狀況的 所以這個東西才不認 如果只是金華城的容積率的話 我覺得算了 認一認 你這20%就算沒有的話 賺的還是幾百億的一個數額 他如果不回來 剛好繼續燃壓 因為你有在逃的共犯 有篡政之嫌 而且亡命海外啊 現在這個起訴就顯得出來嗎 如果剛剛這樣講的 如果現在神契金還在負一萬抗 那最關鍵的就是他 我跟你咬死不認那怎麼辦呢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1500只要確定是錢的話 其實北劍他之前找聯政署 找調查局弄了很多很多的金流 為什麼之前聯政署會卡關呢 就是因為這些錢他們認不出來 這是哪一些錢 那個東西就像大海一樣 你捐低進入大海 你根本認不出來 但現在調查局已經抽絲剝繭 一個一個個把它拉出來了 有抽了 有抽出來了 所以呢 只要說認為 這個USB裡面的以色列檔 1500 如果是1500萬元 這個東西只要能確定的話 他們應該有辦法 用調查局的方式 來找到對賬的一個 對比的一個錢 如果只要有這個狀況的話 不管你今天講的 不罰所得 圖利罪的不罰所得 是111億 你怎麼可能用到 1500萬 就可以貓到一個111億 那大家都去解釋 但是能不能定罪 可以定罪 只要找到這1500 1500萬 只要有這個金流 能不能對起來的話 那把他們定罪 是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沈慶晶 小沈 跟我現在好奇是 那現在這個1500 只是在USB上面一個數字 還是這個1500已經開始往下走了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說 這個1500到底到了誰的手上 其實已經確定 因為現在傳證著說 江湖傳證著說 現在當時不是柯文哲 帶他去見了沈慶晶嗎 那吳董去見了沈慶晶 也問他你到底認不認識橘子嗎 橘子就是柯文哲跟沈慶晶 之間那個白手套 錢是他拿去的了 如果錢就是橘子拿去的話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不就是更穩了嗎 更準了嗎 因為你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有一個橋梁 一個Bridge 那如果這Bridge呢 就是橘子的話 那問題不大 就算你暫時沒有辦法 把錢拿回來 你暫時發現橘子 人在日本在大阪 這都沒有問題 在這個部分的話 能不能起訴 還是能夠起訴的 可以起訴 橘子什麼時候會動他呢 大概就是一步起訴之後 一步起訴以後呢 你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把柯文哲 繼續壓起來 然後呢 沈慶晶會繼續壓起來 也會壓 沈慶晶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你過了第一關 那沒事了 我交保之後 我交保之後就打官司 打官司就是誰的事 打官司就是律師 跟公司法務的事情 但是如果 你今天不管你起訴之後 換到院方去壓 院方壓下去的話 第一期兩個月 然後呢 出犯10年以上的話 333 9加12是有11個月 當你今天沈慶晶聽到 我還要再壓11個月 這個意志上面的話 就會被打擊了 可是沈慶晶也不過是 行賄罪 行賄罪有那麼重嗎 其實我這個就搞不懂了 因為行賄罪在台灣的話 其實你看遠雄 遠雄也是因為這樣子 他行賄罪 結果呢 就把東西掉給官員 丟給官員之後呢 那官員判了17年 5個月 那你這個東西 如果沈慶晶你今天願意的話 你也可以這麼做啊 但是我覺得 這後面一定有 我們不知道的美感 所以沈慶晶 沈慶不敢招 對 所以沈慶晶 為什麼小沈 他現在來講的話 要把這個 這個 膝蓋打壓給 一定有一點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只是 精華成 這個容積率的話 算了吧 認一認吧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把這20%拿走 你可能賺1000億 你少了這20% 800億也不錯吧 所以我覺得 可能在他們的 政商關係裡面 並不是只有沈慶晶 精華跟柯文哲 我覺得一定有尬到其他的人 而這個人 可能是沈慶晶 覺得我不能講 真假的 有一個人 還有第三個人 對 一定有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呢 是我講出去 我真的會有什麼狀況的 所以這個東西才不認 如果只是精華成的容積率的話 我覺得算了 認一認 你這20% 就算沒有的話 賺的還是幾百億的一個數額 你覺得還有我們不知道 所以他一直在強調 還沒有浮現的人 對 以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案情就是我們現在 目前所掌握的的話 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沈慶晶是一個犯過案 進去關 然後呢 出來之後呢 風聲水起 做配額 然後進入股市 結果弄出來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對他來講的話 我覺得問題不大 一定有什麼讓他更害怕 好 所以瑞德 現在這個案子到底要怎麼樣 現在有的說法是說 有的案子排不下去 就是說 現在檢察官已經針對兩個案子 也就是政治卸進案 針對了這個華城的案子 針對有三個罪名 一個是土利罪 一個是背信罪 還有一個就是行賄罪 這個到底 檢察官真的已經在寫起訴狀了嗎 今天那麼台北地檢署呢 再度的約談了包括印小薇 包括吳順明 也包括這個等於說 那麼包括朱雅虎在內的這些人 全部都問了一遍 那麼剛剛都在講金流嘛 你還記不記得印小薇的那個 4740萬 裡面其實有一筆 1500萬的下落不明 對 那朱雅虎呢 在某種程度上面 他這個知道了一些東西 但是他沒有供出全部的東西 所以表示他沒有當污點證人嘛 那現在沈慶經呢 他當然我就 我就跟你槓上了 可是寶傑你知道台北地檢署 事實上呢 跟台北這個台北市政府呢 還留了一手 留了一手什麼呢 台北市政府不是說 那麼有議員要他們停工嗎 台北市政府不是說 不予施工勘驗 然後呢 就等於如果他是不予施工勘驗以後 他又再度的這個等於說施工的話呢 就等於實質勒令停工對不對 那你知不知道下一次不予施工勘驗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是在半年後 也就是從現在開始 金華廣場還是可以繼續施工半年 那麼還可以繼續施工半年的以後呢 那麼他們的銀行現在是要求他 你擔保品要多給一點嘛 然後包括這個等於說相關的本席資料 你要多一點給我保障嘛 但是還不至於直接掐打他脖子 讓金華廣馬上停工嘛 什麼意思 你審清金我還是給你一點機會啊 還有 那麼在什麼時候 會最後的延壓 也就是說 審清金的這個跟那個英小薇這個 什麼時候會不會在這個等於說 那麼兩個月積壓期滿錢啊 先請起訴 我告訴你 看下禮拜就知道了 根據規定 下禮拜四以前一定要申請延壓 而且我告訴你 不會是審清金跟英小薇 這個部分申請延壓 而柯文哲後面 因為柯文哲是9月5號才激壓的嘛 所以呢 他還要晚幾天 他會一起申請延壓 因為他們是綁在一起的 這個案子是綁在一起的 我要是檢察官 我幹嘛急啊 我要是檢察官 我幹嘛急著先把部分的案子 我當然也可以這樣做 但我幹嘛急啊 我慢慢扣在我手上 我還可以延壓一次4個月 我就直接把金華城 你以為金華城全部都已經理清了嗎 金華城理清的部分是在印小薇 跟這個朱雅甫這邊啊 但是柯文哲這邊還有其他的東西 不一定全部都問完了 金華城捲入 金華城2020年以前的一些證人 都還沒有傳訊來問啊 所以呢 我幹嘛急啊 我到時候下禮拜四 如果沒有申請延壓的話 報告各位 就是繼續延壓了 所有的人全部都可以延壓 那為什麼說會延壓 你以為柯文哲放租來嗎 不會的 為什麼呢 請問一下 李文中跟朱雅虎不是蓄壓嗎 對 那如果我讓你柯文哲出來 我幹嘛把他們蓄壓呢 也就是我蓄壓你們兩個 李文中到現在一個字都沒有講 他到現在都沒有認 所以我一定就是要繼續辦這個案子嘛 而且從現在看起來啊 檢察官手上的東西還真多啊 有嗎 有 檢察官手上的東西 檢察官手上真的有東西嗎 我才跟你講說那個USB對不對 這個回不回來已經不重要 真的假的 橘子回來呢 橘子回來事實上只是增加了檢察官 到時候在這個起訴以後 在法院上面的攻防這樣而已嘛 但是他回不回來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他如果不回來 剛好繼續人壓 因為你有在逃的共犯 有篡政之嫌 而且亡命海外啊 開玩笑 所以橘子不回來 柯文哲反而出不來 我告訴你 黃國昌不是今天在罵人嗎 科幻小說編劇 黃國昌也曾經說橘子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啊 那請問非常單純的人為什麼不回來 他都願意打電話給鏡周刊的記者 為什麼不回來 你知道不回來最好 不回來剛好繼續壓到底 我可以告訴你 包括李文中 包括朱雅虎 包括柯文哲 包括審計 全部壓到底 我要繼續延壓 四十九位知道我算了 我這樣坦白了 我隨便玩你們呢 我要怎麼玩 各位請問我們大家誰想 我很好奇 你剛才講 橘子打電話給了鏡周刊的這個記者 也就是你帶出來這個徒弟 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到底在擔心什麼 他想知道什麼 我告訴各位 他不只打給他 他還打給他的閨蜜們 因為他很擔心 他非常 他會怕了 到時候 橘子啊 我要告訴你啊 如果你真的 沒湯沒力 也沒有從中獲利 你就是 一個有錢人的子弟 然後想說 在市長的旁邊這樣 哇 不能說你作威作福 但是有影響力嘛 對不對 很爽嘛 你看 有些人 連柯文哲一起到南部助選 一起搭車回來 都沒有資格 必須跟平安摸的 搭計程車去搭高鐵 你竟然可以坐在柯文哲的鑽車裡面 一起回來 所以你就知道 你只是要享受這個 但你不需要往命海外 這個一通勤下去 一二十年耶 這個罪如果萬一定下去 連你都有份的話 那不得了啊 你沒有必要去擔這個罪 你只要當正人就好 這就是為什麼台北地鐵署 現在還在苦口婆勋的 想要勸他回來 那他現在平常都把大哥大關掉 他都把大哥大關掉 但問題是 在此之前 事實上他找了很多人問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不過 我也要奉勸民眾黨裡面 一些嘴比較囂張的人 嘴太囂張 不要在中正區的咖啡店 不是包廂的公開場合 想說店裡面沒有別人 就討論有關於一些拿錢的事情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討論的東西 有人幫你們錄下來了 你們都不知道 有人幫你們錄下來了 那麼事實上呢 合法的政治現金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有對價關係的政治現金的話呢 那就是匯款 根據政治現金法的規定 事實上是匯款的 看著現在 單單剛剛講的 USB裡面的內容全部解碼 我們沒有講的是 裡面還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真的假的 沒有錯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裡面還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這些阿拉伯數字 加起來的數字 可能會跌破大家的眼鏡 這就是告訴你們 如果我口袋裡面沒有個幾億 我怎麼會去看 2億4千萬的豪宅H 我之前 才花了4300萬買了上半嘛 請問你陳佩琪傳第二次了沒有啊 沒有 所以現在站在檢查官的立場 把這些全部鞏固好了以後 包括柯文哲他一定都不會招 我不需要你了 我在最後關頭把你找來 全部幫你問一遍了以後 讓你回答 我不知道 沒有這回事 然後你簽名 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 我就可以幫你 以你沒有悔改之心為由 把你起訴要求求處重刑 柯文哲如果被求處16年的有期徒刑 我的天啊 你這個黨就全掛了 你民眾黨就是罵人家幻想文 跟科幻想說編劇 又有什麼用了 之前大家都在關心說 整個銀行團看到法院那樣的一個 禁制條款 也就是說在法院確定之前 你不可以轉繞這些產權 對 大家想說銀行團都會有什麼反應 銀行團到底會不會雨天收散 雨銀行團會不會抽銀根 而銀行團抽的銀根的時候 才是對審慶金的最大打擊 然後今天就抽了 沒錯 那上個禮拜的時候 這個星光金在這個股東會上面來說 有人問他說 那我們這個目前為止 我們借給這個 這個所謂頂月還有充實化 100多億啊 那我們會不會變成是跳票 我們會不會有危機 拿不回來 當時的星光金的說法是說 不用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單保品是非常足夠的 對 我們這個至少是有301 我們那個土地301 我才借給他139 所以沒有問題 這個只有占44% 所以單保品是非常足夠的 言下之際說 他沒有要抽他的銀根 可是為什麼到了一個週末之後 他馬上就轉向 馬上就變色 今天馬上就說 我們現在呢 要全面凍結這個專戶 還有存款45.1億 然後還要要求頂月還有中石化 你還要增加單保 那為什麼要突然之間風雲變色 為什麼 我覺得很簡單 這個其實也不需要金管會動手 為什麼不需要金管會動手 因為主要問題就是在於 星光的這個政權換給別人了 我跟你講 是在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為什麼 為什麼星光還有這些中信金 他們會帶領這個所謂連帶 會帶給這個中石化的頂月 因為他們就是柯文哲的人嘛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 你看 目前為止139億里 133.5 他們連帶是149 那已經帶出133.8 裡面最多就是星光銀行 還有星光銀行 36億還有31億 然後中信銀行還有台售 是合計25億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案子 我就知道 中信是絕對不可能拿到星光金的 為什麼 因為你拿到之後 他們就不 他們可能不會抽他的銀根 那你現在呢 假設現在已經 這個政權已經落到這個台信金 手上的時候 他當然可以抽他銀根啊 這是過去做的事情 跟我完全無關啊 所以你可以說 今天根本不用金管會來打電話 今天在台灣 麥式最好的 對啊 就是這些金融界的老闆 當然 而現在最想得到關愛眼神的 就是新冠 台新晶的吳東亮 當然 他如果今天可以有影響的話 他當然馬上轉彎了 而且這個事有可能會變成是呆帳了 對吳東亮來講 我抽回來剛剛好而已啦 今天跟你做關係的並不是我 那是吳東晶的事情 我沒有搶你啊 對 所以我現在斷掉 剛剛好而已啦 我就跟你說剛剛好而已 這個不需要金管會來同意 如果台新晶連這個都看不懂 那真的就不用混了 對 所以他當然今天馬上 他們確定新晶病之後 他馬上就翻臉了 所以你是台新晶 你也是這麼幹的 當然馬上翻臉 我拿到新晶之後 說翻臉就翻臉 我馬上翻臉 我翻臉之後 寶傑我跟你講 現在我新晶病還要誰核准 要金管會核准啊 我就在做這樣的動作 寶傑你知道 上層都在看啦 你做這樣的動作 你拿我怎麼覺得 對 你大功一賤啊 所以我跟你講 不需要金管會動手 台新晶懂的話 他都知道可以怎麼做 所以馬上他就開始殺人 所以你說 我如果等電話就太笨了 我要趕快 要當馬前出要跑得快 根本不需要 一天之後你看 馬上就說 我全面凍結他的這個專戶 然後還要求你增加這個擔保 他開始要準備 要慢慢的抽回銀根 他也就是說 他知道該怎麼去做 所以他說 真正厲害的金融家 是不需要政府知道 他就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你知道現在 目前為止來說 為什麼 因為他目前為止來說 他有這個45億 放在他那個地方 所以他現在要把它凍結之後 轉成這個 因為他已經借了133億 然後再減掉45億之後 他直接把它扣掉 所以只剩下88.09億而已 所以等於債權一直不斷在下降 所以我才跟你講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忠實化 當然面臨到 他自己要去籌錢的這個壓力 那我覺得 可是我現在不懂的是 今天來借這個款的 主導的是鼎月啊 對 可是我現在跟他一刀就直向 直接戳到忠實化 對 而且剛剛講的 我直接要忠實化的董事長 陳瑞樓 對 出來面對 那個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的目標就是忠實化 而忠實化才是這個 沈慶晶的心頭肉 我就要讓你一槍斃命 對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借錢來說的話 是以這個鼎月的 這個金華城的獨地 當成抵押 可是忠實化是連帶保證 連帶保證他也要求說 你這個鼎月可能還不出錢 那我要說忠實化 你也 你擔任他保證了 你也要給我增加這個擔保品 所以某些程度來說 他現在銀行團已經表達了 對於這個忠實化 還有鼎月開發 他們未來的這個前景 他們有一點打上一個大問號 好 所以這是怎樣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忠實化撐得住嗎 那如果忠實化撐不住 那審慶晶撐得住嗎 好 接下來就是看銀行團 他自己怎麼去判斷這件事情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如果假設這個連帶銀行 開始抽他的錢 要求你還回來 然後提前還款了之後 好 他接下來 接下來他要再找別人借 那找別人借 他因為他帳上 忠實化目前為止 帳上還有非常多土地啊 他還有非常多的資產 他可以跟別人借 所以這時候就考驗 另外別的銀行家的想法了 你敢不敢借 你要借多少 對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說這個案子來說 就是看銀行團怎麼去判斷這個事情 如果銀行團願意說 我就是借啊 我借的話 那我就只能說那銀行團 自己看不清楚 這個政治的發展是怎麼樣 所以我才說 短時間之內來說的話 對忠實化 壓力會慢慢慢慢變大 因為他目前為止 帳上是還有錢可以還了 他是可以還那些 目前為止的錢都沒有問題 可是繼續營運下去來說的話 對他就會形成比較大壓力 如果從這個動作一看的話 現在減廉或者是減掉 跟審計金還在做最後的拔河 那最後那一關 對 還沒有突破嗎 對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只要是目前為止 金流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已經開始慢慢抽了 會對審計金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我就是講 股價的下跌也會對他形成一個壓力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石化還有中工這些 他們都是質壓非常多 而且交叉持股 交叉持股非常多的時候 你有可能中石化一掛 你可能中工也會跟著掛 他是連鎖反映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來說 為什麼現在來說 對他壓力越來越大 原因是在這個情形 就是他都完全是交叉持股 因為我第一個交叉持股 第二個我把很多的股票 拿到銀行執押 如果你一直往下跌的話 銀行你的股票 就不只你當時執押的金額 對 不但是我今天銀行團 要這個所謂的抽銀根 不但銀行雖然說 你要給我增加這個抵押品 對 所有人都要你增加抵押品 對 所以我在說目前為止 對他的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對省經濟這麼狠 當然壓力越來越大 但是他能不能撐過去 我們不知道 他當然會想很多辦法 就是籌錢或是怎樣的辦法 但你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目前為止 銀行團第一個態度 你就知道說其實銀行團 他們也是看得懂 這個事情的發展 好 那現在外資已經狂賣 中石化現在連五天 已經賣了四萬多張 這樣很多嗎 中石化最近跌得很慘嗎 對啊 你看中石化 已經從這個月末十塊以上來說 已經跌到八塊七 這讓你知道慘不慘 他的禁止有十七八塊 他目前已經跌到這邊 表示怎樣 等一下 我的禁止有十七塊 對 我現在的股票的面額價值 只有我禁止的一半 對 所以顯見 市場或是說外資 對他的未來的前景 是有點打上個大疑問的 所以來講 目前對他的壓力 越來越重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我覺得這幾天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發展 我曾經在上禮拜的節目講說 他接下來會每天每天找 一兩個金主慢慢慢慢出來 結果反正 今天又找了一個靈命群出來 對不對 現在他是怎麼講 很簡單 我只要把這個金主 全部給你約談出來 你跟柯文哲所有的關係 我跟你約談得清清楚楚來說的話 我不只是在斷中石化的贏根 我也在斷民眾黨的贏根 以後這些人誰會捐錢給你 不會的 如果你看到這一次我捐錢給你的時候 被柯文哲記錄下來 然後我還要被檢調約談 未來我堅決給民眾黨說我會怎麼辦 所以跟你講 現在的檢調還有所有的 在對中石化 對沈金晶抽贏根之外 也在對民眾黨 我也要跑你的贏根 所以這兩 我說到底 你要玩政治要玩商界的話 最重要就是錢 現在這個錢袋子 是掌握在哪裡的手上 掌握在我們目前為止的政府的手上 他當然有政府的這個支持 還有另外司法的這個方式 當然辦案的主導員 目前為止在誰的手上很明白 好會的 剛才講的現在銀行團 跟上禮拜完全做上變色 上禮拜還講說 不用擔心了 他現在的市值 他現在擔保品價值是100塊 我們現在只帶了大概48 49 而且現在因為他土地增值增加 我們大概只有45 好像我們離安全邊境很多 我們不用擔心 可是今天馬上 第一個 你的剩餘凍結專務款 你不能再給我動了 剩下的 你還要給我增加擔保 第三個 你還要給我提前還款 你說本來你就提到了 忠實話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的財務並不好 他的負債非常多 而且他很多的債務是有問題的 很多的財務報表是有問題的 那我這一槍打下去 不就要他的老命了嗎 是 今天聯合報這個獨家 其實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他整個的一個態度轉變 他主要提到 他說因為現在土地已經被法院抵押 甚至北市府之後 可能會不允其續見 使得連帶的保證 出了很下的變數 特別是擔保品 土地被法院扣押 已構成對連帶合約的違約 所以簡單來講 他認為你這個土地被法院扣押了 他認定你已經違約了 他是因為認定你已經違約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才提出這兩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叫你提高 單買合約 第二個要求 他甚至叫你提前還款 如果一旦提前還款 我跟你講這等於是真的是壓倒了 這個忠實話的最後一根道場 而且你說他不是針對頂月 你說他所有的動作 都是針對忠實話 如果我是針對忠實話 我就是針對審慶金了 你知道忠實話 針對頂月這個連帶案 他所提出的連帶的一個抵押 是多少嗎 四百多億 他連帶保證了四百多億 才有辦法讓頂月 從銀行團裡面搬錢 而且搬多少錢 才搬一百多億出來 那第二件事情 現在整個忠實話 自己本身的財報 也是非常比例 很慘嗎 我上次已經有講過 你知道我查他們最近的半年報 他光是手上目前可以用的現金 跟約當現金是五十四億 他現在一年之內要還的短期債務 是一百九十二億 所以換句話說 我現在只要放現金 來去抵押 就完全抵押不過去 所以他常常就是朝三點半 他就是借薪還救 我們現在看另外一個報 而且你講到的重點就是 但是我現在的約當現金只有五十 我要還的短期就是一年內 是一百九十幾億 以前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登稅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一切心還救 是我還有信用 銀行團還願意給我錢 要是銀行團不給 我這個十個鍋子五個蓋 就要破掉了 就是破掉了 現在真的是火燒連環船 你光看他們畫下一個 所謂的現金流量 你看他的現金流量 那個畫圈去了 全部都是付的 為什麼他的現金流量都是付的 因為他本業的利益就是付的 無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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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全部都是付的 全部都是付的 一個情況之下 他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現金鏈段 他就是缺現金 對 所以缺現金的情況之下 一旦銀行要你提前還款 對 他就變成什麼 他要趕快出清他手上有的資產 那我其實之前也講過 中石化在今年八月份的時候 一口氣賣了兩三坪土地 對 近賬七百七十幾億 那問題是七十幾億 杯水車薪啊 你知道嗎 中石化你光看這個 他的一個財報 中石化又變成那張圖 中石化的流動資產有 六百六十五點九億 中石化他本身的總負債 是高達六百六十九億耶 所以是非常驚人的 他現在就變成是 你看六百六十九億 他負債那麼多 而且喔 剛剛之前我們有提到 流動資產的部分 他其中有 我就之前就質疑嘛 怎麼可能你一個石化廠的 流動負債會高達六百多億 原來他把金華城的這個 現在在蓋的這個金華城 列為是他的流動的資產 為什麼 因為他把它列為是存貨 所以呢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他在他這個金華城 認列存貨裡面 他價值 他把它認 大概價值有四百六十九億 可是在我們銀行團認定 你金華城這一塊 價值是多少 三百三十億 只有 換句話說 你現在如果是要去抵押 你說不好意思 我這個抵押平 我這個有四百六十億 你說沒有 我們這 三百三十 對 三百三十億而已喔 所以 如果是三百多億的情況之下 那你弄你認列 你財報認列 你的存貨有四百多億 那是多一百多億出來了喔 對 所以就是福報出來的 那現在接下來 我跟你講喔 他現在第一個關卡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星光集團 就是你這個連帶行 他其實原本是扮演的角色 是幫助你 現在因為吳東進自身難保 被掃地出門 所以現在星光集團 扮演角色是什麼 是趁你病 要你命 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趁機可以把你吃掉 為什麼這個轉變有那麼大 我們看那一個 這個相關他的一個 合約書裡面有提到 第二點 第三項的第二點 鼎月英語民國111年8月31號 取得本建築的一個執照 對不對 難怪他當時這麼改 一定要在8月取得建造 我跟你講他這個美高在哪裡 你知道嗎 如果他沒有辦法在2022年8月31號 取得建造 從2022年的9月1號開始 他就要算立席 結果呢 還記不記得他什麼時候 取得建造 2021年的10月18號 取得建造 對 然後你看那一段最後寫什麼 經星光銀行同意 免家計民國111年9月1號 至建築執照取得當日的立席 換句話說 還免席 當時的吳東進行 讓他這個一個多月的立席 不用叫 所以當時的聯席銀行的吳東進 是那個吳東進是老闆啊 所以他就說 這沒關係 這邊那個 沈浸政府是我現在 我來監察你 我來監察你 沒關係 但現在的銀行團的 星光金 不是吳東進啊 已經變成是他們那個 吳東量當家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不但不會監察你 他還趁機給你雨天收閃 給你算總帳 你來看荒荒的第四點 當時我上個禮拜就有提過 他裡面有簽一個月 在受信期間 也就是四年期間 他們的個案 要經過一個三次的查核 要去查核什麼 你的銷售 有沒有 銷售率 對 銷售的銷售率 銷售房地產的累積金額 對 以及信託專戶的 那個房間的累積金額 他上一次 第一次查核的時間點 是什麼時間點 就是在112年的10月18號 也就是去年的10月18號 結果怎樣 查核點怎樣 未達標 所以他必須要把錢灌進去 他在今年1月24號 已經把錢灌進去 我大膽假設 他第二次的查核點是什麼 就是在今年10月18號 所以現在查核點快來囉 對 如果查核點 我隨便假設 他應該要賣到三成 結果他沒有賣到三成 怎麼辦 補錢進來 他就要補錢進來 那補錢進來 如果在第三次查核點 你又沒賣到你要怎樣 就再補錢進來 那換句話說 這就是為什麼 他說最快11月開始還本金 因為星光集團已經認定 你根本這一次的第二次查核點 你不會過 不會過的情況之前 還錢 就看你還錢 如果他從11月 叫他提前還錢的話 那真的就等同抽銀根了 而且恐怖來說 我是按照跟你的合約 你現在不管你頂月 或者是你的忠實話 你想韓扣都不能韓扣了 當然沒有被法庵扣 因為你等於是 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已經認定 你已經違約 你違約的理由 是因為你已經被法院扣押 你的土地 所以呢 我跟你講這就是壓倒 他最後一根稻草 好那我跟你講 現在如果銀行突然抽銀根 表面上是抽這個頂月 他就要還錢 但事實上 忠實話是連帶擔保 對 而且忠實話我剛剛講 他自己本身的債務 總債務多少 六百七十幾億 會形成一個股牌效應 你知道嗎 還有 除了忠實話之外 中共自己本身 也有四百 我如果沒記錯 有三四百億的總債務 所以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他現在能夠這樣轉 是要借薪還救 對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借薪 我就還不了救 對 我還不了救 我就倒了 他就倒了 那當然了 因為他高雄土地很多 他現在面臨的狀況是 他要極盡所能地趕快 賣土地 那我跟你講 銀行圈常常是這樣子 井上天花有啦 雪中送 但不可能 所以換句話說 要你病趁你命 搞不好這時候 所有的銀行團 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建的錢 一開一開 大家一次 全部跟你討到底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是你要快啊 你搶慢了 你就搶不到錢了 對 然後寶傑哥 因為忠實話他自己認定 他所有相關高雄的土地 資產是四百多億 我跟你講 你這樣一下去的話 你說四百多億 你搞不好到最後賣出來 只有多少 兩三百億 就把你全部都打包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忠實話 審慶金真的是沒有辦法 看起來應該已經是GG了 好 武總 你的政治判斷真的太厲害了 上個禮拜我們看到 星光經理講說不用擔心 我們不會雨天收散 因為我們的擔保品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安全邊際 還非常非常的高 你說沒有 那是因為還沒打電話 不過司中講不用打電話 銀行家的目色最好 目色看見 就知道要怎麼做 今天馬上就收散了 而且這個散你說 收得又急又凶 我跟司中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認為銀行這個金管會有打電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要銀行團 星光經負責人 他要面對客戶 對 他要跟客戶講個道理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不然說我自己看你不會送 就自己送下去了 他會推 欸欸欸 抱歉 都會講的啦 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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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上的 老大腳來 他故意要推給他 就算他們兩個講好的 我要這樣做 我也要幫你金管會拖下去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那是我的免子而條款 他這樣有個伸縮餘地 我答應你答應 他答應搞來搞去 他最後這個餘餌剩多少 剩88億 88億他現在的這個 對這個採取人確保的方式 他採取了兩個措施 講穿的你不要講一大堆 就是兩個措施 一個措施幹什麼呢 就是要你忠實化 拿其他資產來補 第二順位設定 因為你一順位資產沒有了嘛 所以他要求你增加擔保品 這第一個動作 這很簡單嘛 這個非常簡單 這是 然後第二件事情 比較惡劣了 提前還款 另外就是我上禮拜也講過了 因為銀行在合約裡面 一定有一個叫做加速條款 增加速度的條款 這加速條款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我主動 我已經做決議了 我告訴你 你看看那個陳瑞隆董事長 他怎麼回覆的 他說我帶回去演藝 你演藝個屁啊 大家不給你演藝啊 這叫做銀行團決議 對 銀行團決議什麼意思 他沒有跟你商量的 你只能接受 他就是接受這個 你牽制了嘛 我通知你的嘛 對 你演藝什麼東西啊 我開始就是純真心然就發了 會一直發給你 然後發給你的話 你就開始 各個所有的連帶銀行 都收到副本嘛 所以就是新光銀行 就開始啟動嘛 對 啟動這個還款的計畫了嘛 你馬上 你這個禮拜 單寶品通通拿出來 單寶品拿出來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耶 陳瑞隆敢拿單寶品出來嗎 不能嗎 這個小省同意啊 因為張可能不在陳瑞隆那邊啊 對 因為張 忠實化的硬件貸款張 對 不可能在陳瑞隆身上嘛 一定是在 一定是在他威京的集團總部啊 如果現在我沒有把中石化旗下的資產 當成第二順位的抵押設定 那會怎樣 不 你就 那我要求你嘛 對 我要求你兩件事情嘛 要求你增加單寶品 第一個 第二個還不夠 提前還款 還要你提前還款嘛 那你還款 他沒有告訴你說 提前怎麼還 他有彈性了嘛 他有11月12月 那如何還沒有講 他可以給你分十期還 可以分兩期還 他可以一天給你還 他花樣很多嘛 對 但他第一個動作 就是要先把你單寶品拿到 我保障我的債權 確保沒有意外 對 然後再來談你的還款計劃 就我已經百分之兩百保障以後 然後再來你錢要繼續還給我 所以他那個沒有定時間 對 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11 12月 彈性是什麼意思 就是先把東西先拿到 當鋪你知道吧 我後面那個可以商量 你東西先 鴨品先給我 鴨品先拿來 鴨品先給我 那我太了解小沈公司情況 那個鴨品的張 那個忠實化的張 而且不會在陳瑞蓉身上 對 第二個來講的話 要提前拿公司資產做單寶品 要做什麼動作你知道嗎 董事會嗎 董事會通過 開玩笑啊 那個硬件張 小沈有可能把硬件張交給陳瑞蓉嗎 當然不可能 然後第二個他的董事可以 董事會召集起來嗎 你召集不起來嘛 那會怎麼辦 那怎麼辦 怎麼辦就涼拌了嘛 怎麼辦 就卡住了嘛 然後陳瑞蓉只敢回去說 帶回去研議 對 那研議我跟妳講什麼結果 比較可能好不好 陳瑞蓉吃董事長 就也比較簡單一點 你就辦沒路了嘛 那怎麼辦 怎麼辦他卡死你了啊 所以他這個東西的環節在哪裡 這個今天晚 這個禮拜三 他已經開做這個決議了 而且已經通知了小沈 對 所以小沈會怎麼辦 你知道嗎 那才是問題喔 所以這個是對小沈的施壓 好 那就會來一個問題了 我就會啟動我的加速條款 你知道幹嘛嗎 我把你的票子嘎進去了 就把你的票子嘎進去了 我跟你講說我提示 一個禮拜之內我要提示囉 那你的骨牌效應就會出來了 提示就跳票啊 你提示就跳票嘛 就那麼簡單 他會先有通知你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 沈慶晶完全沒有想到 今天會到那邊 你說沒有想到會這麼狠 他現在的存款 他現在的 他鋪顯部分就44%而已 對 44%你那麼緊張幹什麼 對 我沒有看過一個銀行在鋪顯 44%跟人家要錢回來的 這個太離譜了 不想增加單保品 不 這個都是耍流氓嘛 這是阿爸嘛 這就是主管機關要求 擺明的我跟你講 沒有銀行會這樣幹的 銀行這樣幹的 客戶不敢跟你做生意 我4%跌 我有40% 我還有50幾%的彈性耶 結果 你就給我們啟動加速條款 然後抽油的銀根 那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才 這個部分 我要告訴 我要教民眾黨一個題目 這個叫做政治追殺 柯文哲那個 叫政治度假 度假 政治度假 浩世宇鳳 這些事情有這麼可怕 我現在 我現在把你整個抄家滅住 我把你 進化成本來想說 我就一步一步來 我就跟你拖 拖了以後等他講說 我根本 第一個是 我讓你不能轉讓 不能轉讓 你還不妥協 我就叫銀行雨天收散 星光金不可能 我就讓你星光金跟中信 星光金跟台信金病 病了以後 就整個翻盤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小沈 他就是錯過了黃金的救命時間 他那時候一壓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再次的抗告 然後去看醫生抽搐 你那個狀況 你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把可以的證據 可以的有比較珍貴的東西 要趕快交出來 你一步交出來之後 你看就是這樣子 這個殺手一下去 我們講 減掉班也節奏 減掉壓你也有節奏 減掉要殺你也有節奏 這個就是一步一步來 你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銀行團 為什麼要這個時候動手 因為星光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不是柯文哲的朋友 我們當初也是一時不小心 才掉入這個局的 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而且更可怕的是 其實不是說你今天星光既要去強調 你不是柯文哲的朋友 現在在USB裡面所有的人 都要去強調他不是柯文哲的朋友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都怕被柯文哲的USB給拉上 那當初來講的話 其實整個案子 大家都看得明明槓槓 你看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當初新復發拿300億 300億這價格算是不錯了 結果他不給新復發 他明明是公開飆售 自己弄了一個頂月 頂月根本沒有這個錢 所以他就要給跟銀行團來借 銀行團其實公股行庫來講 這種土地 這種土地你找誰 土地銀行啊 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土建龍大概都是找土地銀行 或是公股的八大行庫 可是沒有人敢來貸款給他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就覺得 你這個的價值 大概就新復發了300億 新復發他是一個專業的建商 他可以來這個地方做300億 那個才有意義 那你不能說你因為飆售之後 你左手換右手 你就多了100億 哪有天底下有這種事情 所以公股行庫不敢進去 不敢進去之後呢 星光進去 星光不只進去喔 星光引進去之後 不搞 再找星光獸進去 人獸是最重要的 人獸這些都是保護的錢 所以你把它弄下去之後 你出了這個事情 你說他們要不要撤 他們肯定要撤的 因為不撤的話 他們怕火燒到自己 你當初有做好好的見價嗎 沒有 你當初大家為什麼土地銀行不敢辦 你敢辦 你為什麼一定要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這個 帶著刺刀往前衝 一定就是有什麼問題嗎 而且剛剛會特別提到說 你如果不能在剛剛講的 111年的這個所謂的8月的時候 你就要拿到建造 你就要開始算利息喔 可是你是幾月拿到建造 10月拿到建造 那你8月9月9月到10月 這個利息 星光金 照理講星光金拿到那麼佛心的 我以前跟銀行也貸款的 他如果允許我一天不付嗎 哪有 你是一個半月不用付耶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時間可以壓得這麼緊 然後這個東西還可以 讓你一個半月可以免收 你是銀行還是你是錢莊 只有錢莊可以說 你不然我們收點那個嘛 只有這種情況 那中間的關鍵角色 星光 威京 中間關鍵角色的誰 就是柯文哲 只有雙方都有一個有信任的人 這一個輪子才轉得起來 如果中間沒有柯文哲主席 柯文哲前市長這個角色 你怎麼可能動得起來 本來在高院的時候 朱雅虎已經發為根神了 朱雅虎之前本來說 你為什麼要積加是因為 你的家人在海外 你自己在海外也有制裁 所以你在海外有生活的能力 你有逃亡的能力 所以我要把你積加器件 可是主要說 根本沒有提到這一點喔 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 而且也說 你這只是個輕罪 那既然積加條件裡面 你要是重罪 你有逃亡之餘 我才把你收押禁件 那昨天到了帝院 不對喔 帝院就直接的收押囉 帝院直接收押 也是說你不是重罪 也說你沒有逃亡之餘 那沒有逃亡之餘 又不是重罪 你幹嘛積加 原來關鍵在於說 朱雅虎坦承行賄的金額跟範圍 跟他現在北檢提出的卷證 跟其他的資料 還有你其他共犯證詞 證人的陳述 沒有對不上 你對不上了以後還有一些疑慮 所以你書牙虎要留下來 把這些東西給兜上 那我想說 那你怎麼會跟上次不一樣呢 你說關鍵在哪裡 關鍵原來 對朱雅虎來講 辦案是浮動的 辦案是現在進行事 他的情勢 他的資料是一直在增加當中 現在增加了USB 增加USB真的太好笑了 因為阿伯 既然什麼都寄進去 100萬你也給人家寄 200萬也寄 1000萬也寄 1500萬也寄 代表什麼 你捐低不棄 也代表說你大錢小錢都要 如果你大錢小錢都要 你剛好給了檢調單位 最好的暗圖鎖記的資料 老闆哥 昨天主要五塊被擠壓 只有一個理由 為什麼他再度被擠壓 因為他沒有想到 柯文哲竟然是 有貓吃個藏水 沒有貓吃個沈腿 吃檔吃梯啦 什麼都要吃 蓋幫幫助 什麼都不放過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最可惡的是 你跟人家拿錢就算了 因為理論上來講 會記帳的錢是什麼錢 大錢 但柯文哲不是 他手邊這個USB 結果被剪掉挖出來發現 噢不對 以前一個東西叫百官行訴 他這個不是 他這叫百商行訴 百商行訴 沒有看過這種人 把每一個捐給他的 清清楚楚都在裡面 結果牽扯到誰 牽到誰 就是我們的嘉義文人陳寗主啊 因為對我們贏祖堂來講 拜託 300萬那算什麼 那拿50塊 小孩子 那來掙錢啦 那去買量的 買量吃東西 吃那漆頭的東西 想什麼 那是他拿來打發 這個所謂的柯P的 對嘛 我就舉一個例子 就懂了 為什麼陳寗主這個真的是打發 過去陳友好 你知道要見陳水扁的時候 他是什麼規格嗎 陳水扁他把他找來說 我去你的民生東的時候 豪宅對不對 結果還有誰 沈大佬當影劍人 結果不好意思喔 六次 寶丁哥你知道他為了要見他六次 陳友好花了多少錢嗎 兩千萬耶 人家兩千萬 陳水扁連記都沒有記 結果你柯文哲 人家是打發你的三百萬 你把人家記得清清楚楚 而且不只這樣喔 裡面這個擺上情書要什麼 150萬啊 100萬啊 然後亂七八糟的 50啊 500啊 600 各位啊 對於這些大老闆來講 人家身價一來一去 我們昨天說那個叫什麼 上造大老團耶 那整個所有大老 加起來資產上造 結果你給人家記這個小條小條 記一大堆 甚至無辭到什麼程度 柯文哲明明自己落地溫溫 對不對 自己一堆錢 一來一去說 我跟你講我不用裝窮啦 一元的豪宅我買得起 結果給人家要說 可是我政黨喔 那個主席的 我們講責任額 我不想付啦 找一下看有沒有人要幫我付 你這個都要 對嘛 叫人家去把他找一把 他什麼錢都要 對然後搞那個謝明珠 被趕出辦公室的謝明珠 還要在那邊 厚著臉皮說 我們主席說 你看你有沒有願意 借我們這150萬嗎 負責任額 你就知道 柯文哲大的錢 清華城七百億 貪污所得搞不好 收位所得 搞不好幾十億 他也要 小的錢 理論上講你很有錢啦 沒有沒有沒有 五十萬一百萬 我也通通要 大錢小錢都要 我全部通通都要 我只要是錢我都要 而且我會把你記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知道 柯文哲為什麼 現在整個人格毀滅 就在於這邊 因為你如果是貪就算了 後來發現你不是貪 你是什麼 你是去吃心 整個心裡面 只要看到有人有錢 就要跟人家乞討 然後呢問題是 嘴上又要逞能 把自己裝得像皇帝一樣 好的 這個USB就是 柯文哲剛好 有個記帳的習慣 他把所有的錢都記在裡面 而且他難看在於說 他什麼錢都要 一般來講 你到了這個勘斬的時候 沒有人在跟要這種小錢的 而且說真的 你自己的所謂的這個責任額 你自己有那麼多的錢 你就付掉就算了 你真的要募款 你依你的勘斬 大家會若意不決的 沒提弱勢的在給錢 你根本不用擔心 他小氣在什麼 他就是小氣 是鐵工具一毛不拔 錢只要進到我的口袋 你要他再出去 門都沒有 我沒有想到柯文哲是這種人 觀眾朋友們講 柯文哲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幹嘛 整個立法委員 請問一下寶德哥 他有沒有分一毛半毛給他們 沒有 完全沒有 那時候大幹部就說 不對 民眾黨中央完全沒有給我們錢 沒有給我們任何資源 為什麼 因為對於柯文哲來講 那都是我的錢 拜託 選舉募款專務 總統政治現金專務 民眾黨專務 這一堆錢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柯文哲 自己為了要把它洗乾淨 灌進去了 所以一毛都不給 甚至就連 我們講的 面子費 欸 尤其身材最少的 他說沒有 你要買喔 大家來買喔 而且寶德哥 你知道更了不起是什麼嗎 他還想賺錢 他說我要賣比外面貴 你說外面一包三塊錢 他連這個都抽成 我都賣你一塊錢 反正我跟你講 我就是什麼錢都要 但是現在隨著我們講 這個US被踢爆的時候 後來發現裡面有一個 至關重要核心的角色是誰 就是這個橘子 你知道什麼是橘子嗎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不管是兩百萬五十萬一百五十萬 你說小對不對 你說這個是藍三級對不對 但是 總要有人收啊 這個人收的就是誰 就是橘子 那橘子他們現在在 好奇說 從這個USB去爬梳 你會了解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說 朱雅伍現在跑不掉了 因為你過去交代的只是 其中一部分 代表說整個USB爬梳下來的時候 發現 所以還有其他人匯款 還有其他提供 而且寶德哥這個人是誰 審慶金 代表審慶金是不是我們新年想到 一千五百萬的金流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的 柯文哲記在USB裡面有多仔細 就是第一個 他有實 他大概是金額有 對象有 誰經手的 誰拿錢的 就像陳怡柱那個東西 是誰跟陳怡柱拿的 是陳怡柱哪 他的旁邊的誰給的錢 這東西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同樣的 今天為什麼會找到橘子 找到橘子也是因為 今天找到了USB之後 今天找到了控制 送出了一些資料以後 一樣 他那個習慣就是 橘子有沒有去要錢 有要錢 有沒有到橘子去有 有 等於說橘子才知道 喔 有一個橘子的人 奉命行動 他才是裡面的豬油仔 他是奉命去拿錢的 如果今天有橘子 那還有沒有豬雅虎 還有沒有沈慶金 還有沒有張三里四王兒麻子 那我有這麼多人 我當然要慢慢查 本來各位跟柯文哲人格特質有 為什麼他完全不相信任何人 理論上來講三百萬那個 他就不去計較 但他不是喔 他說我報告我們講 秋青章給我的 我把他記清楚 誰去收的 周芳如去收的 我把他記清楚 交給誰去處理 交給橘子去處理 所以我把他記清楚 所以各位 光是這三百萬 你看他多慘了 他把所有相關人等 全部都清查出來 否則你不會很好奇嗎 為什麼檢方現在查得到 很顯而易見的 除了這個兩百一十萬 寄個人頭屋之外 因為現在大家一直在問說 金華城案件裡面 有一個一千五百萬 是不是跑到了新戶箱基金會 跑到中央基金會 那很有可能是由誰交付 就是由朱雅虎交付 所以當前方打開USB這個大密保 發現第一 朱雅虎可能還有涉及到其他的匯款 而且沒有從事交代嘛 你就不要回家了 對嘛 所以你少來嘛 你繼續把我講清楚喔 我知道你不是全部 但你的部分你絕對跑不掉 所以這個東西也給了 沈慶金一個啟示喔 代表你沈慶金 只要沒有把所有的金流交代清楚 就算你只交代一部分 你也需要注意 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你任何人跟柯文哲交往 你任何人給了柯文哲任何的錢 這個錢到底有沒有記錄下來 這個錢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記錄下來的 只有柯文哲知道 只有橘子知道 因為他講喔 他說 橘子不但負責柯文哲的秘密行程 他還負責他的現金 還負責他的私帳 還負責他的USB的隨身碟 所以寶輝哥 代表一件事情喔 最可怕的事情 USB難道只有一個嗎 怎麼可能 柯文哲最愛USB了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其中一個杖色 一個USB 搞不好他的分類 而其他的包括現金 柯文哲說什麼 霸簽包關好 而且這句話 如果真的屬實的話 那是出自橘子之口喔 代表橘子可能現在手上滿手USB 想說我怎麼辦 我好想回來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來 我該怎麼去處理 所以你想想看 所有關鍵的金流 如果隨著橘子回來的話 搞不好朱壓物還得被壓更久 因為還有未爆彈 通通都藏在這顆橘子身上 所以你昨天講說 昨天為什麼突然找了周芳如 昨天為什麼找了邱清張 原來都寄在USB裡面 對 所以各位 他USB分好幾個 就是說我當然有金流 我當然有人 所以我再回顧到一件事情 小省1500省進行 各位還記得嗎 這時候大家都百事不得其之說 想說幹嘛要去寫這兩個名字 所以他後續 包括這個周芳如 包括這個邱清張 以及我們現在講到的 被約談的大老闆等人等等 都是來源哪裡 都是來源USB嘛 對 所以這個案情等於是有所突破 而且有所發展 而且這還要歸功於柯文哲 就是因為柯文哲這麼口 這麼大錢小錢都要的性格 所以才會通通把它記清楚 所以他們現在在了解的是什麼 第一 你這個錢到底實際有沒有捐 那各位索爾證人是不是現在都回去了 代表我們確認了金流是屬實 金流是對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 那這些錢有沒有對價關係 如果確認沒有才會放回去 第三件事情 驗證一件事情 這些錢柯文哲通通都沒有申報 全部都放到自己的口袋裡去了嘛 根本沒有一毛上風下去了嘛 所以這個情況下才會變成什麼 不明金流嘛 等於你有禁 我知道你柯文哲 只禁不出是鐵空機 但你有禁 沒有刊登 而且沒有出 所以簡單現在就要去查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部分在橘子 會不會有剩下部分 在誰那邊 陳佩琦 會不會有剩下部分 柯媽媽也知情 因為你不要搞錯囉 從頭到尾 柯媽媽跟橘子之間的關係 就是能夠讓橘子直達天庭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嘛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進到柯文哲的旁邊 柯文哲為什麼對他這麼信任 甚至柯文哲為什麼把他甩不掉 他的背後就是柯媽呀 他背後有個亡母娘娘 所以各位 當我們現在看完所謂柯文哲的金流 你要想想看 從包括USB 到整個政治信心 突然報征突然報解 所有金流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浮現 你會發現這一壇爛帳 非常難想像 到底柯文哲 以及他的亡母娘娘們 貪污了多少錢 所以不同 昨天大家非常驚訝的是 你的高院都已經發回根審了出來 因為我們在講 鄭文燦的例子來講 地方法院比較是放人 今天真的要壓人是高院 就剛剛顛倒過來是高院要放人 結果那地方表白你壓住了 壓住了以後我覺得最妙的是 照理一下以主角度來講 我們壓人就是你是重罪 五年以上的重罪 第二個就是你有逃亡之餘 你也不是重罪 你也不是逃亡之餘 我講得很白 就是你坦承的行賄金額跟範圍 跟我現在的卷證跟我的資料 還有共犯證人的陳述 你還有一些疑問 這個疑問 現在很多人講 因為USB找到了 因為USB找到了 越來越多的證人進來了 我USB找到了 越來越多的證人 我開始資料越來越多了 搞了半天 猪雅虎就越來越難跑掉 而且從裡面也可以看出來說 整個柯文哲要錢是捐低不棄 什麼錢他都要 吃相真的很難看 我先講柯文哲吃相的問題 柯文哲他這個 他有一個模式 模式 他這個模式是這樣子 比如說他認為 以他的價值觀裡面 認為任何人跟他交往 都是要跟他交換 所以他有 就被人 比如說我去找他 他去找我 我們要談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捐給他一百萬 一百萬之後 照講是只是很誠懇 像民進黨很多眾 就是為了理念相同 就捐你錢 可是柯文哲不是這樣子 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他說這樣 你有什麼事情 我可以為你服務 我說沒有啦沒有啦 沒有什麼事情 他會緊追地問 緊追不捨問你 沒關係 你就告訴我什麼事情 以後有機會的話 你們這邊有什麼缺的話 可以跟我們來介紹人 我們會有一個 大概虛應故事一番 那他的認知是什麼 你知道吧 提出要求 你要跟我交換條件 但這個東西他還沒有 他並沒有交付 他還沒有去交付這個條件的時候 他認為已經平手了 贏貨兩氣了 贏貨兩氣了 因為你跟我開口了嘛 所以你只要跟他開口的人 都比他低下一等 你知道嗎 所以他跟任何人交往 都是這個方式 所以他的概念永遠在交易 他永遠每一個都是交易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他這一次的這些人都出來 名單都出來了 其實都有一個特性 都有中間人 那個中間人都是他的幹部 都是他的同仁或他的下屬 因為他的下屬為什麼 他認為下屬拿他薪水 就要幫他去募款 幫他去做壞事 哪有這種事的 他是這個概念啊 不然為什麼 你看看今天為什麼周芳如跑出來 對 周芳如是他早期的第一次的 紀錄辦公室主任 周芳如先生是台灣有名的音樂家 曾經想要推薦 要去當這個台北交響樂團的指揮的 周芳如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一個人 是他當時派到去幫他籌備 台波的第一個負責人 對 所以當然是周芳如去募這個三百萬 非常非常負責啊 所以一直到最後 你看陳董 陳銀柱他們出面以後 對 就追到周芳如了嘛 所以我第一天我知道 我知道不是橘子 我知道是周芳如 對 那周芳如就講出來了 那三百萬是他去接頭的嘛 其實到現在我都懷疑 到底陳銀柱 柯文哲見過面沒有 我都這點我都很非常保留 對 可是他為什麼記下來 因為他找了很多人去做重複的事情 你知道嗎 到處要錢 到處要錢 太多了嘛 因為他是大小通吃啊 五十萬 一百萬 兩百萬都拿的嘛 你說他是亂槍打秒 他要搞清楚這一把 這個秒是誰拿把槍打的 對 然後搞清楚來無所謂 他更惡劣的 他就連那個陳董旁邊這位邱兄 邱先生他也把他記起來 對 這個很惡劣嘛 對吧 那個人是我認識的 人非常好啊 真的 很故意的啦 是個君子人啊 這封平 地方封平非常好的一個人啊 對不對 跟我們年齡都差不多嘛 他連這個都扯 我今天給你錢 就是我為了省麻煩 你不要來糾纏我 我是拿錢來打發的 結果你還跟我這個 所謂的巨細謎記下來 來找我麻煩 對 然後後來 我據我了解 這一次北檢在查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不是在查錢 是在查柯文哲的人脈關係 為什麼查那麼細 你看周芳如也出來了 對 包括這個包括我們這個 邱青張兄也出來了 對 是他在查人脈 他在查人脈裡面 其實他有個規格你看到沒有 他在認識的人 你就給我起跳210萬 對 你就給我搞到台北 搞到民眾黨部 民眾黨部 所以說北檢是借視借端 北檢是利用這個機會 去探柯文哲底的 把柯文哲的人脈通通掏清楚 因為為什麼 我們不是談過這樣 所以你說北檢是政治偵查 也不是政治偵查 因為北檢他要搞清楚 你到底柯文哲到最後是 他到底藏錢藏哪裡 是誰幫他做什麼事情 他當然全部要搞清楚 而且你要注意到 這個案子為什麼辦的中間 有一點困難 你發現一個是 真正啟動偵查是520以後 520以前的時候的柯文哲 為什麼那麼自信你知道吧 對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的政府嘛 北檢沒有動啊 蔡英文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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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檢沒有動啊 對不對 我現在這兩天再反過頭去看 我就看懂了嘛 蔡新翔當部長嘛 你記不記得 對 蔡新翔當部長 那個時候的柯文哲 跟蔡英文見過面嘛 對 所以黃珊珊她有價值嘛 這個當時在520之前的時候 這個案子已經罵得 沸沸揚揚 媒體的報導 柯文哲4月份去告我嘛 蔡英文挺他嘛 怎麼不告我妨案名譽啦 對 因為我說要貪污啦 所以他4月份敢告我 他很硬喔 因為他裡面 他有來頂五郎嘛 他那時候的法務部有 所以為什麼 部長這個政部長 第一個接手過去辦的時候 人事全部大調動嘛 對 大調動完的時候 他第一個動作 他找誰來辦這個柯文哲案子 你去找哪個單位辦 廉政 廉政署 不找北極署 不找台北市不找調查局吧 因為調查局的中間有 蔡欣祥他們的力量還在裡面嘛 搞不定嘛 所以這個是廉政署跟北極 積極下去盯的嘛 所以這裡面也有 所以你說當時不找調查局來 不是為了這個擔心他來搶公司 代表他朝中有人會在那邊搞鬼 他中間一直走漏消息啊 520之前 所以他多自信啊 他在門口就講話 他你們真的要這樣搞嗎 對啊 我是第三大黨的黨主席耶 那我就 對啊 他為什麼哪來的底氣啊 難怪橘子會跑掉 對 我就要講 下面就告訴你 橘子為什麼會跑掉嘛 橘子也可以被禁管的嘛 有人要重放他嘛 那放人是誰呢 因為你要知道 因為後面是 他是正風處加上 這個廉政署合作進去的 那個力量還是沒有原來的 那個調查局力量大嘛 對 所以他們中間有斷層你知道吧 所以這個辦的過程 為什麼柯文哲 那麼樣的囂張你知道吧 就是他知道 他有人嘛 有人一直給他通消息 對 所以他現在他強勢的不得了 但是現在他拒絕偵訊 看到沒有 對 他知道線斷了 他知道他的線已經斷了 沒有了 他的靠山倒了嘛 對 他就說了 對 所以現在他就面臨到 可是橘子已經跑掉了 對 他已經叫橘子 他叫橘子跑掉了 所以殷小威跑掉 橘子跑掉 不是沈慶經有通天的本事 是柯文哲 當然是柯文哲啊 為什麼殷小威被逮捕 為什麼橘子可以走得成嘛 這兩個同時的事情 背景不一樣嘛 因為殷小威先被禁管嘛 對不對 那兩個應該同時禁管 應該掛線早就掛線 對 那表示他在520之前 沒有掛線沒有禁管嘛 但是520之前是誰在辦呢 同樣是北檢嘛 對 對不對 同樣是北檢執行 那偵察官是誰 調查局跟這個聯政署 跟正風重複在一起 對 互相爭攻嘛 爭攻是互相洩漏消息嘛 一直到了這個 新的部長上台之後 從正明前上來 重新籌組嘛 所以成立一個端組嘛 對 然後就利用他 正明前原來自己 當過聯政署的署長嘛 用他自己的班底下來辦這個案子 才開始有突破 不然的話我跟你講 這被搞死掉了 有沒有 蔡英文這個 賴清德就掛掉了 對 所以橘子的跑掉這個事情裡面 大有學問在 是有人通風暴信的 當然是通風暴信 不然他除了會走呢 對 他哪裡不走他這個時間 剛好前一天走 剛好前一天 而且他跟剛好印曉薇同一天 對啊 而且那時候也 所以印曉薇會被 會被監管通知啊 那他沒有啊 對 對不對 這就是擺明著有人重放嘛 不是 而且後來講說什麼 他們現在講的消息是說 橘子這個人太隱秘了 沒有人知道 可是昨天不對喔 昨天黃偉漢在我們節目上 你只要對柯文哲 稍稍做過一點功課的人 你都知道橘子很重要 我在4月25號就公開在我的直播 跟你的節目裡面講橘子了 拜託好不好 你早就講橘子了 我早就公開講橘子了 我公開講的 講過這個事情嘛 因為我問過沈靜清 沈靜清知道橘子 到過他那邊 我完全了解橘子 在中間跟沈靜清見過面嘛 那沈靜清會隨便去 跟柯文哲旁邊的人見面嗎 難怪北檢這個案子 現在辦得離地道的 對 到現在為止突破了 我認為到現在 因為連政署後來慢慢慢慢 我看起來連政署到後面的 作為方式已經慢慢整理 一個頭緒出來了 看起來是有模有樣 而且目前來講 其實只剩下最後階段嘛 對 最後階段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李文中能夠壓得下來 這是個大事啦 因為李文中一開始 你看有沒有 對 也是越來談越來又放他回家 對 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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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擺著 扮著哩哩啦啦嘛 這中間力量多大 李文中早就該壓啦 他為什麼到後面 到現在才壓 李文中現在壓 跟前面壓有什麼不一樣 施政 滅政 沒有改變啊 完全沒有改變啊 上一次就可以壓嘛 對 所以一直施在後面 確實他後面有政治的角力 為什麼我敢判斷說 一定是禮拜五上五六點 你都到他家去竄門 對 你為什麼到時候 因為禮拜一 立法院開始開議了嘛 立法院一開議 政治力就進來了嘛 蜂擁而至嘛 你看立法院一開議的時候 他們今天還在那邊演講啊 還在搞司法迫害啊 挺貪腐 對 西門低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柯文哲跑出來的話 那這個國家會變什麼情況 亂了 賴清的總統還能當得下去嗎 當不下去了 這不得了的大事情 好 所以遇到 該講的 這件事情該講的 竟然朱雅虎繼續被蓄留 蓄留繼續扣押的關鍵在於說 真的是越來越多的證據 越來越多的這個比對之下 他跑不掉了 朱雅虎他這次為什麼會認 並不是他主動來爭取立功 是北姐已經知道有這一筆款項 然後呢 他的對話紀錄已經都被知道了 所以呢 朱雅虎他不得不認 不得不認的情況之下呢 你現在想要交保出去 沒有問題啊 你要提供更多更多的勤資 為什麼要更多的勤資 因為他們的東西一直進來 那朱雅虎在這裡面還有角色 他不能夠只認小的放過大的 所以呢 他這次來講的話 他繼續被羈押下來的話 這理由是非常非常的有利 因為你這些東西跟捐證 還有其他的證人的陳述 尚屬友誼 就表示說呢 你只認了一半 你只要回家吃晚餐 沒有問題 你就全認了 你能夠交代多少 你要交代多少 你現在 可是我想說你收壓進線的條件 第一個是你要五年以上的重罪 第二個是你有逃亡之虞 我也沒有逃亡之虞 我也不是五年以上的重罪 我只是沒有把事情講清楚 就這樣可以擠壓我 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看一件事情 北檢辦到現在這樣子 其實大家怎麼說北檢 已經有點不講武德了 我都已經認了 不講武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來講 你就算210萬 你對比110億 感覺上是險不相當 但是呢210萬可不可以定他的罪 可以 可以定罪啊 但難看 對但難看 所以呢其實現在大家對北檢 這些事情來講 就覺得說你是不是有點不講武德 可是表示說呢 塵封上面的意思是什麼 壓力很大 你要壓到底 你要辦到底 而且呢你不能夠讓大家出現 有疑慮的方向 所以你說現在北檢東的東西 就算可以辦這個科文哲 貪污自罪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的第五款 還是不會滿意 對 因為我要真的槓上黑花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要把它壓了 對 就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把它 像絞肉機一樣打打打打打打打 把它弄到最極致 不然的話其實 朱雅虎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他已經把人事實低伍 時間地點金額 怎麼交手了 欸這個東西來講 你單純你光這一個 就可以起訴了 而且 就可以定罪了 可是你這樣不能回家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後面還有更多更多的東西 而朱雅虎呢 還有角色 所以你在這個圈子裡面 你不能夠輕易的離開 你必須要把所有的東西 交代到一乾二淨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